上面有三層肥肥的培根 這叫做老闆三層肉 我們這個可以這樣分兩個嗎 可能要大口咬 OK 那就交給我 這種沒有氣質的公廚 交給我豪邁的吃 一口咬一下 大口咬定是不是很滿足 等一下 有一點粗胖 就帶一點細膩 因為外面是培根對不對 滿滿的肉 但是裡面還有蜂蜜的味道 裡面是不是有夾蜂蜜 初衷帶細有一種細膩感嗎 是這個讓我想到我的偶像魚爸 有點體憨柔情的感覺 書況又帶點細膩 身為全場最年輕的兩個聽眾 聽歌還聽得真入迷耶 但沒想到這時候 來了個特別來賓 原來啊 剛剛怡婷打賞的歌手 方琦親自來道謝 甚至還鼓勵兩個人上台 太好了啦 沒有啦 兩天啦 不要上去 我也有衣服可以給妳買帳 對 因為我要真材 我真材 我們真材沒有妳那麼害羞 它光穿下去的時候 它Q彈的勁就不一樣 有一個小小的這個 你看真的是 看起來就很晶瑩剔透的 我要先吃一口了 怎麼樣 口感很棒嗎 而且它的Q裡面它是有竹筍 裡面不只是露得香 它的Q彈的勁 跟一般你想的肉圓 什麼都很不一樣 整個很有嚼勁 達人一出手 便知有沒有 只是這麼大顆的水晶嚼 真的有點Over了啦 而且它的肉圓是真的是 很好吃 肉圓 我講成肉圓 它真的是很像肉圓 但是它的皮 就像水晶嚼一樣 就很Q很Q的那一種 真的是很香 有筍砂 還有紅蔥頭 紅蔥頭 因為所以才提那個胃嘛 不是 提心妳可以吃幾個 這個我覺得 我可以少掉 半合一丈 我們從前的髮型 跟現在的髮型 完全不一樣 哪一個地方是時代演變 因為同樣是油桃 我們看以前好像上海灘 那種感覺就很帥 現在 現在這個叫 是 以前的話 這個叫 尤翔這間在1975年 開設的理髮廳 當時 堪稱是時尚界的第一把交椅 不少的正商名流 為了剪個西裝頭 或是燙個山本頭 都得要乖乖的排隊 如果要追求復古 擦成第二 沒有人敢說是第一啦 這個算是什麼頭 這U頭 工作需要本來就要清爽 然後想說體驗一下 老師傅經典的手藝 我非常細心 非常細心 現在這個頭應該很滿意吧 因為看起來真的很帥啊 可是師傅啊 你講著講 這是要帶著客人去哪裡啊 我的天啊 這個洗頭方法也太 驚訝了吧